今天我们不去介入任何一个厂商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在基隆市的一个公正 公平公开尤其是依法办理的立场 不可以为了维护前任的市长的一个 不是非常妥事的作为 就来恶意的攻击谢国良市长 更对谢国良市长的人身攻击 这是完全不对的 基隆市政府花钱刊登广告 他的对象难道不应该是基隆权势市民吗 刊登这样的广告 真的有符合基隆市民的公众利益吗 议员说 社市长有操作政治对立 开公开地勤这种公国也没透露 如果是内地的公国是 为了市府的民主求分造成社会困料 向乡亲和国民会失礼 以往都支持市国民党的工地陷阱也说 这件事与政党没关系 无论是当地的业者都要在公平对待 但是市府叫警察拨命去叫人来问 乡亲在民国初年 根据去求人的资产 如果内地认为他自己的产权是二楼到四楼 那为什么他一楼放锁 那个是一楼的锁 然后也是用那个锁 然后其他市场面看着 把这个锁破掉 说这种军阀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问题宣传太过敏 国良他用自己的钱去挂个卡 都是用自己私人的资源 然后来去帮自己的想法 去做一个诠释 大家质疑谢国良 是不是哥哥楼没有办法兑现的时候呢 他就在国光客运买了车体广告 当时是说这是他自己花钱 可是就我们私下所了解 这个是还是市政府买单 当时他有答应要把契约书 提供出来给议会 但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 他并没有提供给议会 三款的问题以外 还有公国人是谁出来的呢 其他市政府和内部相方的逃法 应该是没客人结束 民事新闻其他人报道